您各位好啊,我是昆仑刘石 话说这三百六十年以前呢,也就是这顺治十八年 正值这正月初期的时候啊,这顺治帝的真妃他去世了 有朋友就说了,那一个妃子去世能怎么着啊 这皇帝老爷子呀,他那么多媳妇呢 他保不齐啊,哪天就冰天一个不是 哎,这个妃子呀,他还真不一样 话说这顺治十八年的正月初期啊 那会儿啊,这皇宫上上下下都忙着呀 给这顺治爷呀操办丧事 后宫里呀,就突然传来一个惊人的噩耗 说这董岳妃,董岳氏啊,他自杀身亡了 有人说你算了吧,你蒙谁呀 你真拿我们不懂呢 这董岳氏啊,他可是先死的 不是还有那么个传说吗 这董岳氏一死啊,这顺治皇帝一新凉 他出家了 不对不对啊,您说的那个董岳氏啊 她是孝宪皇后,确实啊,是走在这顺治皇帝头楼了 这位董岳氏啊,是一等哈达哈凡八度的女儿 是这个孝宫皇后董岳氏啊,是这个孝宪皇后董岳氏的叔伯妹妹 那点把自己的皇后娘娘给废了 对于这孝庄而言啊,当朝的正宫国母那可不是外人 那是他老人家的亲侄女啊 所以他能不恨这董岳飞吗 这董岳飞啊,他撒手去了 这皇上老爷子呢,也撒手去了 这一下啊,这后宫的这真妃娘娘董岳氏啊,可就害了他了 他觉得呀,这给自己个儿撑腰拔创的人啊,他都归了膝了 要是把自己儿孤零零的胜在后宫 那么在今后的日子里,这孝庄皇太后不把我撑扁了 也得把我压圆了啊 所以啊,我就不如干脆来个脆的 跟老公啊,一块儿去了,也就罢了 其实啊,对这种说法啊,我是极为不认同啊 难道这皇上家就没有真爱了吗 就不能这真妃娘娘因为死了老公 她悲痛欲绝,一时想不开,就寻了短见吗 我还是相信呢,这人间自有真爱 这呀是完全有可能的 董岳氏啊,他自尽身亡 一缕亡魂啊,随着夫君顺治皇帝他去了 二月初二,他的金官呢 随着顺治皇帝的子宫也一同移出了紫禁城 到了这二月十二日啊 刚刚继位的康熙皇帝就追封这位董岳飞为真妃 真妃的金官呢 后来移到了这个黄花山脚下的道妃原寝内啊 赞安 过了56年以后啊,于康熙57年4月初期 与孝慧皇后,道妃,克妃一同葬入了孝东陵 孝东陵是孝慧张皇后的灵寝 在这座灵寝里啊,除了孝慧张皇后以外啊 还埋葬了七个妃子,四位伏敬,十七个格格 这二十八个人呢,都是这顺治皇帝的妃嫔 因为在清初的时候啊,这后妃制度啊,还不是很完善 所以呢,在内网啊,这福晋格格呀,他也就乱叫了 在皇后方程的右手册 距离皇后方程宝顶最近的那个小坟丘 就是这位真妃娘娘的宝顶 但愿呀,这位为了爱情而牺牲自己的女子 在此啊,能够得到永远的安息 好了,今天的故事啊,我就给您讲到这儿 我是您的好朋友昆仑流石 喜欢我的频道呢,请您关注点赞并转发您的支持 是我能持续为您更新,讲故事的唯一动力 谢谢您的关注,咱们下次见